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铃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据估计,TikTok斗音用户群中有57来自中国,印度是TikTok下载的最大市场,在2019年如果不包括中国Android下载,为323亿,2019年有4600万美国TikTok下载,美国只有9的互联网用户使用过TikTok,其中5的用户对此感兴趣。 对于青少年用户,这一比例上升到49。 Bidens报告了中国的抖音400日活跃数量,并声称68的中国社交媒体用户59的智能手机用户是抖音用户。 截至2018年8月,Musical Line与TikTok合并时拥有一亿用户。 歌手Lauren Gray是TikTok上关注最多的人,拥有近4000万粉丝。 在抖音上,关注人数最多的是演员,模特和歌手The Robert Delmeratt,拥有约5500万关注者。 Android TikTok用户在2019年花费了680亿小时使用该应用程序。 在TikTok上,每10分钟观看一次,中国就有8分。 TikTok的平均每日时间估计为45分钟。 美国用户平均每天打开TikTok8次。 平均每次绘画不到5分钟。 印度用户每天使用TikTok,花费38分钟。 TikTok的一周保留率达26。 2018年末,全球网络索引研究发现,上个月有55的TikTok用户上传视频,而观看过一个视频的68。 TikTok2019年收入达到1.769亿美元,不包括非iOS中国收入。 Bidens控制着中国数字应用市场的23。 Bidens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私人创业公司。 在有软银牵投的30亿美元投资回合后,其估值达到780亿美元。 TikTok用户统计。 TikTok以39种语言在全球150多个市场上提供。 最新的官方统计数据表明。 全球有5亿个TikTok用户每月活跃用户。 然而,5亿的数字可以追溯到2018年7月的官方公告。 Bidens近期没有发布过任何内容。 我们可以假设,鉴于其巨大的知名度,这个数字更高。 在2019年9月,TikTok副总裁布莱克钱德利·Blade-Chanley表示, 虽然这一数额不超过10亿美元,但也不是其一半。 HoodSuit和WeAreSocial将数字定为8亿。 这将使其成为全球使用量排名第六的社交应用。 仅Facebook的各种资源。 YouTube和微信排在其前。 值得注意的是, 它已经超越了腾讯的QQ和Kuzone。 TikTok用户与其他主要应用。 ATT&E的2020年移动状况,为我们提供了根据用户数量排名的应用程序排名, 但没有冷酷的数字。 这是TikTok在全球用户中排名第六最高的部署于Facebook或腾讯。 我们知道,Instagram拥有10亿用户。 支付宝在2019年第三季度的8位用户中记录了7、8、15亿用户。 这有助于我们稍微缩小范围,并引起钱德利、Chandley的暗示。 即TikTok的用户群正在攀升至10亿。 2019,Android和iOS上最常用的应用。 据估计,TikTok抖音用户群中有57来自中国。 TikTok下载统计,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说明下载统计信息。 这些毫无疑问地向我们表明。 2019年是TikTok的一年。 根据AppTrace的调查,TikTok在2019年2月的全球应用下载量排名中, 从269位月升至第4位。 自截至2020年2月以来,它一直排名前20位。 目前排名第4。 Sensor Tower的统计数据显示, 2019年全球TikTok的下载量超过7、38亿次。 这与2018年记录的6、55亿次下载量相比, 有显着增长。 TikTok的下载量在2019年11月突破15亿门槛。 结束了1。 3。 3。 3。 4。 4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